收集�냉 humanos 大家好 今天來分享 鹹蛋蝦仁綿冬瓜粒 这里是急凍蝦仁200克 鹹蛋2只 冬瓜600克 還有薑 咸蛋洗净后 煮8-10分钟 先煮熟咸蛋 冬瓜去皮去囊后切粒 蝦洗净后去腸 我这个已经去腸了 放少许盐 胡椒粉 先煎一煎虾 每边大约煎1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虾我大约煎了1分钟多些 这个锅的虾油不需要洗 放少许姜片 打爆冬瓜 放入100毫升水 盖盖中小火炆5分钟 把咸蛋 鸡蛋 虾仁也加进去 调味可以放少许盐 但这个咸蛋有味 如果放盐就轻手一点 喜欢浓味也可以放少许鸡粉 最后把芡汁埋起来 最后把芡汁埋起来 连鲜粉 放入1 gin 放入1-2含 蝦 就在水 你别在冰箱 不好 最后把芡汁埋面 煎 最后把芡汁埋起出来 iv到 大部分 烹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